我怎么会解开周深大血,还是我体内怎么会有玄力气息,因为我本身就是玄灵之体,灵力被封住了,可我的玄力还能用,要不然,如何杀得了你? 他手中匕首一转,已经再度斜向前方,这一回,独尊不再是措手不及,只是他纵是有所警惕,此时体内旧伤未愈,再添新手,一时间动作变得缓慢,攻击力道有些力不从心,两人在洞中交手了十几招,最后以凤九的一刀封头,结束了他的性命。 你,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那独尊倒下,最后一口气仍说出了这样的一句话,直到断气,他脸上还带着诡异的笑容,似乎为着什么事而发笑一样。 凤九轻呼出一口气,走上前蹲下,伸手一叹,确定他确实已经死了,这才在地面坐下。 看着他那诡异的笑容,他心中越发不安,到底他给他服下的是什么丹药,那丹药发作又会有什么样的症状。 探麦时,他只探出自己身中十几样毒,而其中一样让他最为担心,是那股在他血液中沸腾的受血,那绝对不是普通的受血。 眼下症状还没显示出来,是因为体内毒相互克制,因而不发,而这样才更麻烦。 他坐在地上轻喘了一口气,调整心去,将他身上东西都收了起来,这才来到那里面的空瓶罐处,一一查探。 最后,拿起了那个还装有受血的瓶子。 将瓶子凑进鼻尖一纹,那股腥味极重,而且在那股腥味之中,还有极为强大的气息存在。 感觉到那股气息,他心头一凸。 到底发作事,会怎么样? 东西都收拾好,取出化石水,将那独尊的尸体融化掉,这才往洞外走。 若不是他割那一刀砍断了独尊的右手,将他一身独宫的命门废除。 现在他也无法从他手中逃离,更无法将他杀死。 来到外面一看,不由微拧了下眉,这里朝外看,是一望无际的森林。 他都不知这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了,这独尊怎么会带他用传送轴躲到这里来? 他正想取了极光传送轴,先回百川城,可谁知,就在这时,他的身体传了一阵剧痛,身体里的血脉仿佛要爆裂了一般。 他整个人往地上倒去,双手紧紧抱着身体,脸色一下变得苍白。 豆猪大的冷汗,自额头渗了出来,剧痛袭来,他忍不住惨叫在地上打滚。